中文童话 我想要一套闪闪发光的钻石 亲爱的爸爸 我想要一只美丽的叶鹰 很好我的孩子们 如果我能得到它们 那么就带给你们 他告别了女儿们离开了 商人给大女儿买了珍珠 给二女儿买了钻石 他到处寻找一只会唱歌的叶鹰 但都没有找到 这让他很担心 因为他不想让最爱的阿米利亚 感到难过 他冒险地进入了森林 走啊走 直到他发现一座华丽的城堡 旁边有一棵大树 树上有一只美丽的叶鹰 唱着动听的歌 啊 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爬上那棵树 为我的女儿抓住那只叶鹰 就在仆人要走进树的时候 一只狮子从树后跳出来 大声地吼叫 树上的叶子都颤抖了 谁敢偷我的叶鹰啊 我要把这个小偷吃掉 威猛的狮子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那只鸟是你的 请您饶了我吧 我可以付给你重金来赎罪 什么也救不了你 除非你答应我把你第一个见到的东西给我 在你回家路上 如果你同意就饶了你的命 还把这只鸟也给你 但 但 如果是艾米里亚怎么办 别担心 先生 没有必要让你的女儿第一个见到你 她可能是一只猫 或一只狗 伤人被舒服了 她带着叶鹰向狮子许下诺言 然后回家了 伤人回到家 她最小的女儿阿米利亚跑向她 并紧紧地拥抱她 看到她把叶鹰带来 她满心欢喜 伤人高兴不起来 哭了起来 亲爱的艾米里亚 我付出了代价 因为我必须向狮子王去保证 我将把我遇到的第一人送给她 我担心她会把你撕成碎片 当她得到你的时候 伤人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 哦 父亲 承诺就是承诺 必须兑现 我必须去找狮子王子 不 拜托 她会杀了你 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爸爸 这不是你教我们的吗 生人很吃惊 别担心 爸爸 我的心告诉我 我会没事的 你的心永远是对的 这也是你教我们的东西 第二天 阿米利亚去了森林 她的父亲和姐妹们 哭着向她挥手告别 我希望狮子王对她很好 我们就又能见到你的小妹妹了 狮子实际上是一位被施了魔法的王子 白天像她所有的追随着一样势头强壮的狮子 到了晚上 他们就会变成人形 当阿米利亚来到森林时 她收到了盛情宽大 她乘着狮子牵制的一辆金色马车来到城堡 当阿米利亚走进城堡时 一群狮子欢迎她 并为她带来了许多礼物 欢迎我美丽的皇后 我看到了你的父亲信守了诺言 很高兴你是她第一个看到的人 因为你是如此的美丽 我很荣幸有你这样的妻子 我受处若惊 但我不敢分享你的快乐 因为我害怕你这头狮子 就在这时 一缕月光透进窗户照射进来 狮子王子魔法般变形 成为一名英俊的王子站在面前 我实际上是个王子 我被一个魔法束缚了 白天会变成狮子 阿米利亚笑了 因为她很快乐 并爱上了狮子王子 阿米利亚答应嫁给王子 婚礼立刻举行 场面十分壮观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像狮子一样白天睡觉 晚上醒来 一天狮子王子走到她面前说 明天在你父亲家里有个聚会 为了庆祝你姐姐结婚 如果你愿意 狮子们可以护送你 那太好了 我是非常想见到我的父亲 那我马上叫狮子们来 他们会带你风光地回到家乡 但是我的王子 我不想自己去 你也一起去吧 王后 这太危险了 因为即使是一小树光照到我 我也会变成鸽子 并且要飞七年之久 不要担心 我会确保你的安全 保护你不受到任何光照 于是王子和公主 出发去参加婚礼 商人和他的女儿们 看到阿米利亚很高兴 知道了狮子王子的事 也很开心 他们真心地欢迎狮子王子 公主有一个大厅 墙壁很厚 没有一束光可以穿透 当火把和蜡烛点燃的时候 狮子就在这里休息 但是因为新木头潮湿 所以他裂开了一条小缝 当拿着火把和蜡烛的人 从婚礼上回来的时候 有一缕像头发丝一样的光线 落在了狮子王身上 不到一秒钟 狮子王变成一只鸽子 当阿米利亚回来时 他只看见一只白鸽坐在那里 未来七年我不得不四处飞翔 你每走七步 我会掉落一根羽毛 如果你跟着 你就能解救我 阿米利亚公主跟着这只白鸽 每走七步就有一根白色的羽毛掉下来 给他指路 七年很快过去了 阿米利亚一直跟随白色羽毛的踪迹 没有休息 哦 我很高兴这七年快结束了 我们很快就会摆脱烦恼 但还要很久 阿米利亚公主和王子才能获得自由 有一天 白色的羽毛不再掉落 阿米利亚很担心 有没有人能帮我 阿米利亚公主爬上一棵树 对着太阳大喊道 哦 太阳 你照耀得如此明亮 从山谷到山峰 从陆地到我的国土 你知道我在哪里能找到我的白鸽吗 不 孩子 我没见过一只白鸽子 但带着这个小匣子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上 非常感谢 阿米利亚公主不停地寻找着她的王子 直到夜幕降临 等月亮出来时 她走到月亮跟前问道 哦 美丽的月亮 你整夜都在发光 光线遍布田野和森林 你看见一只白鸽飞过吗 不 我没有 但这里有个蛋 当你需要的时候打开吧 阿米利亚公主谢过月亮 继续寻找王子 夜风吹过 他问道 你在树林可树叶间飞翔 你看见一只白鸽飞过吗 我看见了白鸽 他飞向了海里 在那里他变回了一只狮子 并与一条巨龙战斗 龙是被施了魔法的公主 叫做阿斯提亚 这是根魔杖 继续向海里走指着巨龙说 阿巴卡达巴 接下来 狮子将能控制猪龙 它们都将变成人形 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只狮子 它住在离海附近 跳上它的背和心爱的王子 它会带着你们穿越大海 丢掉魔杖 当你在海中监视 它就会立刻长出高高的树 它会指引你们的施救 穿过大海 阿米利亚谢过风 开始了它的旅程 当它到达离海时 它看到狮子王子和龙在战斗 它立刻拔出魔杖 并且用它指着龙 阿巴卡达巴 魔杖发出魔法击中了龙 它落到了地上 狮子王把爪子放在龙的头上 它立刻恢复了人形 龙也恢复了人形 变成了阿斯提亚公主 就在重获自由时 阿斯提亚公主看着狮子王子 坠入了爱河 它立刻对它施了一个咒语 把王子抱在怀里 神秘地消失了 哦 阿米利亚公主为它心爱的王子哭泣 但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吹过给了它勇气 只要风还在吹我就不放弃 只要太阳还东升西落 我就不会放弃 我将四处追寻 直到找到我的王子 它跳到十九倍上 顺着风的方向走 它不停地走啊走 当来到一座城堡时 风停了 阿米利亚明白这就是王子所在的地方 它谢过施旧 然后走进城堡 它向王国的人民打听到 这里将会举行盛大的典礼 来庆祝王子和公主的婚礼 哦 上帝保佑我 就在这时 阿米利亚打开了盒子 一件漂亮的衣服显现出来 就像太阳一样灿烂 它还打开了月亮给它的鸡蛋 出来了一只金色的母鸡 它走进城堡 穿着礼服抱着那只金色的母鸡 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它 包括准新娘 阿斯提亚对阿米利亚的衣服和那只金色的母鸡 感到非常好奇 她立刻走到她面前 这件衣服真漂亮 阿斯提亚 我想拜下她和母鸡 你可以得到她 但作为回报 你必须让我今晚在新郎的房间里和她谈一谈 阿斯提亚公主犹豫了 但是她太想要那件衣服和那只母鸡了 最后她同意了 那天晚上晚歇的时候 她命令侍从给狮子王子喝下安眠药 王子听到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然后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 侍从对王子坦白说 晚上她被命令在王子的饮料中加入安眠药 因为一个可怜的姑娘要跟她在同个房间里 倒好饮料放我床边 那天晚上当月亮升起时 阿米利亚公主被带到房间里和王子说话 与此同时 狮子王子假装睡着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一直伴随着你环游世界 太阳 月亮 何方 帮我来寻找你 我帮你征服了龙 你现在会忘记我吗 她立刻听出 是她亲爱妻子的声音 这是第一次 我真正自由 因为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阿斯提亚对我施了一个咒语 让我忘掉你我的爱人 但你的爱祝福了我并打破了诅咒 哦 我的王子 我遍寻天涯海角都是为了找你 我真高兴你终于回来了 在公主找到我们之前 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王子和公主悄悄地留出了城堡 因为他们担心 阿斯提亚公主会抓住他们 他们乘着狮酒 穿过离海 带他们回到森林中的城堡 当他们回家时 所有的狮子都变成了人形 非常高兴 狮子王子对阿米利亚公主感激不尽 也深深地爱着她 因为正是她的决心和意志 最终使他们重获幸福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